几天前公共服务局宣布将在明年开始取消给特定领域公务员的BIPK奖励津贴之后呢引发了各界热议 身为清理部长的赛事阿迪就第一时间跳出来建议政府呢要砍就砍部长的津贴吧 来到今天也是部长及人马的阿自明他又是怎么看减少部长津贴的建议呢 经济部长阿自明尽早出席活动后在记者会上透露如果内阁有意减少部长的津贴在他看来并不是大问题 但他认为政府目前更注重是打击贪污滥权以及善用每一笔公帕 另外阿自明也在记者会上提议 西蒙掌权之后从来没有忽略民生问题 在每个星期的内阁会议上部长们都会花上四到五个小时去讨论 政府总统会经常取消关注的观点 对于民主的观点 我们总统会讨论在美国总统会议 我们总统会讨论4至5个小时 每天早上 要讨论这些问题 tenemos更 enjoy 是 在美国总统会议 做完二 速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